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头金发 笑容甜美的莱斯利轻易就超过了杰西 成为了新的跑步小能手 这让杰西很受伤 他做小车回家 结果发现莱斯利家竟然和他家住的还挺近 随着越来越多的相处和认识 莱斯利和杰西走得越来越近 莱斯利想象丰富 而杰西软绘画 加上两人在学校同样不受待见 他们一拍即合成为了幸运不离的小伙伴 放学路上两人在树林里发现了一条能当过小河的绳子 于是脑洞大开的在河队岸建立了一个想象中的秘密王国 他们在破旧树屋建立小基地 把松鼠和大树想象成怪物 他们一起想象出前所未有的美景 一起养那条小狗 在树林里问他他 在学校他们有联手对付欺负人的女恶霸 当杰西弄丢了父亲的钥匙时 莱斯利和他一起到树林里寻找 杰西不敢和女老师说话 莱斯利就帮他和女老师搭上话 让女老师发现了杰西绘画的天赋 他们一起去教堂 一起帮莱斯利的父母粉刷房屋 两人纯洁地有欲 配上迪士尼岁月静好的画风 一切都美得不像话 女老师主动向杰西发出邀请 带他一起逛了博物馆 杰西存了一点资金 没有叫上莱斯利 他想要和女老师单独相处 等到女老师把他送回家后 他却收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莱斯利在绳子当过小喝的时候 意外落水 昨天还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一转眼就消失了 杰西难以接受 甚至感觉如此不真实 帕克同志打架 把自己封闭起来 当莱斯利的父母搬走 离开伤心地的时候 杰西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在莱斯利落水的小河上 亲手修建了一座木桥 他带着妹妹来到 他曾经和莱斯利一起修建的秘密王国 通过那座木桥 他们看到了莱斯利 为他们留下来的美丽仙境